这个没有法的法就是最上升的妙法 这样懂了没 可是经过我这样一讲 糟糕了 又注相了 又进入法了 所以很多都是要领悟 这个本来是要悟不能讲 我讲说什么法都没有 那个就叫妙法 可是我经过一讲 这样就对了就是妙法 错了 不过讲出来比较快 要想的不然要想的多久 这个佛学经过三十年的时间没手 我说那个不领悟就是不领悟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整个讲讲话听就好了 没关系 什么法都没有 那个就是妙法 哦 这样我知道了 不可以打在形象 你如果说就是那个妙法 错了 有没有比较快 比较快了 所以要了解 那个无言之法 不能收的 要领悟的 就是这样 你领悟出来 就是这个最殊胜了 最殊胜了 都不能落入形象 你说这样就对 那注相了 那种胜了 那种胜了 这种胜了